娱乐圈的明星几乎各个都是大美女,颜值你一篇,身材劲爆,演得无数粉丝惊喜遭遭,最近看到总有人说,亚洲第一美女什么的,小编就很纳闷,到底谁是亚洲第一美女了? 被大家说的次数最多的大概就是韩国女星李承敏了,2004年,在韩国第一届网络美女招片竞赛中,李承敏夺得第一名,2014年美国杂志Mode听选最美一百人名单中,李承敏名列第二,从此被人们称为亚洲第一美女,李承敏的身材真真是好倒霉的说, 长相更是完美无缺,已经32岁的她,浑身都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,不知你倒了多少财男,曾用越南投票选出亚洲十大女神排行榜,我们的银宝赵丽颖勇夺第一名,可见银宝在越南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,赵丽颖扭着一张娃娃脸,长相亲丽可爱,青春温婉却又不是高贵点啊,再加上她呆忙之爽的性格, 读的亚洲第一美女的名号,也是实至名归,李承敏少女时代成员身份出道,之后进入演艺圈,并大放异彩,她的账想清纯可然,有人说她就像从漫画里,走出来的女主人公般的外貌,浑身都散发着西人的魅力,来自SNH48成员的居静一,外形潜美清新,被日本媒体称为四千年才出现的第一美女, 欧美媒体更是说她是最美面孔,不仅在中国,在日本,居静怡同样有着无数的粉丝,被日本男人们视为心目中的女神,总的来说韩国和中国的美女还是比较多的, 不过有而有吐槽韩国都是原造美女,几乎各个明星的整容,还是中国的原知原味,是最正宗的美女,那么你觉得谁才是亚洲第一美女呢? 免责猙獰,文中突片引用之反落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免责猙獰,文中突片引用之反落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